詞曲 制作產品 我們是希望讀者看著這本書以後 可以從靈異變成劣豹 劣豹的藏寶圖 就是一步一步走 這東西當然是一步一步來 我們這本書就是告訴說 這一步一步是怎麼走 而且是細節 透過對話的方式 然後讓你可以去一步一步的去思考 達到這個目的 那有些東西呢 其實它的數字意思 其實是蠻艱深的 但是看出來 一個數字就是說 那是150% 那中間的推論是怎樣 150%到底是什麼意思 實際上如果說你真的不懂的話 可能會陷入人家 所謂內部人 所設下的陷阱 那所以你就必須要一步一步了解 這裡面的意思 那可是呢 一般的菜籃族啦 或者是說 比較對市場比較不了解的人 很 不是很容易拿捏到這數字的一個真正的意義 那我們就用很簡單的方法 用對話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導引讀者 去了解他真正的意義 所以應該是講說 嗯 菜籃族也好啦 然後就沒有接觸過食物經驗的學生啦 或者是說 非財務背景的 這個讀者啦 都很適用 唸這一本書 我覺得 就是說這一本書 最重 最 跟第一本書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說 他把很多的財務觀念 從最前線的對話去呈現出來 但是他又不是第一本書裡面的 比較 算是比較 呃 專業的 那些術語的 東西 其實他也擺在裡頭 所以他事實上 他 定位上他不是完全 好像一般性 我的人 看 現在我知道 坊間有些 有些書 事實上 他可能 隨便幾頁 他就湊成一本書了 我想 我們裡面有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像裡面我們也有談到一些像現金流量表或是營養品質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的甚至你念過大學商學院四年下來 很多學生連現金流量表怎麼來怎麼編的 他他都還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對話或是實際的案例來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有部分的這個大學生甚至研究所的這個學生 你在做實際的這個企業評價或是財務分析的時候 甚至你可以來翻頁這本書做一個這個參考 我想各級首席這本書都可以提供滿足大家不同的這個程度 不同的這個社會階層的人的這個需要 我想最主要就是精神是在這個地方 那TIBO的話 他基本上 在以色爾那邊入門其實講得很詳細 我們請他講一下 基本上是因為TIBO本身是理工科系的 那所以根本是對這些所謂的財務數字 會計的基礎是完全沒有 那一開始在學的時候就一直很頭痛 奇怪這個名詞是從哪邊來的 那我要在網路上哪邊找到相關的資訊 那找到之後 為什麼算出來跟報大書上算的數字可能不太一樣 那要從背後去了解 那等到了解之後 我們在一個一個步驟把它給學起來 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後來就很多人在問相同的問題 那我就按照這種說明的方式 一步一步把它寫下來 就是用step by step的方式 那只要讀者稍微懂電腦 用過Excel 然後能夠跟著一步一步做 那當然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你的電腦要能夠連上網際網路 那你就能夠自己獨立完成一個 財務分析的一個 比率計算還有投票的製作 我想在2009年馬上就要開始 但是站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舉頭望去全世界的經濟 其實都是一片雾芒芒 不知手臭 那有部分人他已經滿手套勞的股票 有部分人他是準備要進場 那但是準備要進場 倒是幾時我要進場 大家心中都滿滿滿的 所以我想這本書的在這個時間點出版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這個停下腳步 再去審慎的這個思考 我手上既有的投資標的 或是我有興趣的投資標的 到底是不是好的這個投資標的 才是我們決定長期你的投資勝負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這個因素 事實上你選到好的公司 你的人生是變成彩色的 選到不好的公司你的人生是黑白的 所以這一本書在景氣很低迷 你市場很悲觀的時候 我想我一直告訴大家 就是市場在很悲觀 然後到這個極度悲觀 甚至衰退期 這個時間點其實大家反而應該要靜下心來 好好的去用功 去蒐集資料去分析資料 那事實上等到這個復甦期已經確定了 已經市場 它可能會反映一大段 當所有的人都認為市場已經復甦了 事實上你已經可能是已經落後了一大段 當然你可以等到市場的趨勢相當明朗在進場 也可以 但是就是說在那個時間點你可能要買股票 事實上你又沒有那個信心了 所以我們這個基本的財務分析 各別標的物的評價 我想教大家一個方法 然後去強化自己的投資信心 當我們市場很悲觀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能耐 有這個信仰 有辦法去獨牌綜藝 當大家大部分的媒體告訴你說 市場的情況可能是很差的時候 為什麼你敢在那個時間點 你敢這個獨牌綜藝介入市場 我想最主要是要有依據的 而不是憑感覺 我一直講說憑感覺 憑感覺的沒辦法再實現 一定要憑數字 讓數字說話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分析 個別標的物財務數字的分析 可以讓數字告訴你一些事情 那我想未來在明年2009年 在大概第二季 我想有一些跟大家打一個廣告 在第二季我應該也會走手寫另外一本 有關於從上而下比較宏觀的 總體經濟分析的這個市場的一個實物 這一塊來補足過去這個前面兩本書 比較屬於由下而上的 個別標的物的分析的不足 因為我想一個完整的一個投資架構 它是一個由下而上跟由上而下 兩個它是要去結合在一起的 一個是圍觀的一個是宏觀的 那我們如果同時有具備有宏觀跟圍觀的 這兩個角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這個大方向改變的時候 迷失方向 那我也不會再選擇個別標的物的 這個很細微的地方去束縛掉 所以兩個這個觀念完全結合起來 我想對一個人的一個這個 這個長期的這個投資的正確的一個觀念 來給養成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我問我在這裡也跟大家 事先做一個廣告跟去預告 謝謝 還有啊 沒有啊 我想要補錯而已 好 那就是這樣 那麼多久啊